24號中午桃園市長張善政 前往林口長根醫院 慰問警匪槍戰中 重彈受傷的蔡信遠景 辛苦了 辛苦了 真的 但不過深 蔡信遠景前一天晚上 英勇和嫌犯正面交鋒 遭子彈貫穿卡在左肩 好在送醫搶救 沒有生命危險 事後張善政也親自頒發慰問金 要他好好休養 他基本上傷勢 並沒有傷到骨骼跟神經 肌肉受傷 需要一點時間慢慢復原 然後剛才到我們分局來 慰勞我們大概有11位 投入回捕的遠景 這名來自台中的蔡信遠景 年僅22歲 平時喜歡騎車 畢業後更將第一份薪水 拿來購買重機 因為他的爸爸也是名警察 才會在耳濡目染之下 跟著重警 目前也在蒲子派出所 服務約一年半時間 每當有追捕任務 總是一馬當先 才在所內休息一下 就聽到外面攔截尾捕 同仁非常積極認真 帶另外一位同仁就先出去 在我們分局前面 先攔查他們這樣 蔡信同仁還跟我們署長報告 他要繼續留在褲子派索 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動 警匪駁禍案件 蔡信遠景儘管受傷也不退卻 站在第一線勇敢反擊 令人敬佩 不過事後卻有幾層遠景 在臉書上控訴 桃園警局情指中心 在通報攔截尾捕時 警向同仁表示涉及刑事案件 卻未提及嫌犯帶有槍械 這才讓攔截尾捕警力 深陷危險 如今嫌犯已經落網 除了表揚英勇遠景 通報流程是否有疏失 警局恐怕還得再檢討 317晚張雲杰 王英山 賴欣宜 桃園採訪報導